香港警察 向内地同胞问好 还记得那位许愿来北京登长城当好汉的香港警察刘瑟吗 9月30日 他终于实现了心愿 与香港警队代表团的同事们一起登上巴达岭长城 并向内地同胞们问好 刘瑟说 小时候通过电影了解过长城 作为中国人 到长城不仅要当好汉 也是想亲自看看他的宏伟 这就是自己的长城情节 游览中刘瑟非常兴奋 仅跟着讲解员认真倾听长城的历史 在长城陡坡处 他几乎是一路小跑冲在前 完全忘了膝盖的伤痛 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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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事情又要说三片 对吧 我生活中的长城就是 每个阶梯 每个阶梯都是很高的 但是 哦 那个都要告诉我 每个桥带都是不同的 这个是明桥的 所以他的每个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刘泽基是香港警务处 机动部队警署警长 7月30日晚 暴徒包围奎用警署 他的头 背 颧骨 眼睛等多处被打伤 危急时刻 他举枪自卫 这一幕照片被放上网后 很快让他为海内外网民所熟悉 并被亲切地称为光头刘瑟 刘瑟 我们的亲切地称为光头刘瑟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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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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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老胆 这我老婆是这样告诉我的 她说媒博上面的同胞说我是老胆 因为这个老胆他们很容易进去我 我是对他们说年轻人你们就是我们我们的国家的未来 你好好读书 为国家 你们需要说行来香港找我 我带你去到处玩 在爬长城途中 刘瑟不时停下拍照 他说要把这些照片分享给太太和孩子 提起这两天网友对他讲普通话的评论 他笑道 自己正在与孩子一起学习普通话 相信以后能越说越好 我慢慢学了 对 我再慢慢练习 我的女儿儿子现在也要学普通话 在过了礼拜之前 过了星期以前 我家里有一个机检来我家访问 我去讲普通话 那个访问议员 我的小女儿就告诉我 爸爸 你普通话很难啊 你不要再说普通话 你笑死人啊 他说他教我 不久前 刘瑟开通了微博账号 短时间内就收到了大批热心网友的关注和留言 登把长城在回程路上 他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登上长城的照片 和一张八大岭长城登城证书 刘瑟说 感受到了大家的支持 非常感动 也希望能通过网络 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沟通 我开通的预议员是想 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 现在 我有另一个想法 就是 我想将香港的情况告诉他们 也将他们的关心 告诉我 我的香港的同事 给他们知道 我们过来的同胞 是很支持我们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